歡迎收聽新視覺慶新聞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計劃下週訪問澳洲 與澳方討論印太地區的防護和安全問題 預計將與澳洲總理莫里森正式簽署日澳護衛准入協定 加強軍事合作 日媒披露 日澳而修訂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以應對中共 日本防衛相案進呼日前表示 日本將加入東南亞國防聯絡網 英國《金融時報》2021年12月29日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計劃下週訪問澳洲 與澳方討論印太地區的防護和安全問題 回誤背景是中共在印太地區的軍事紅心不斷上升 訪澳期間 預計岸田文雄將與澳洲總理莫里森正式簽署日澳護衛准入協定 一位日本政府官員證實 包括國防問題在內的地區安全問題 將是兩國領導人會談的首要議題 在亞太地區軍事和外交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 岸田文雄和莫里森預計將簽署日澳護衛准入協定 其他了解訪問組織情況的消息人士說 日方還尋求帶來一個有限的貿易代表團參加訪問 討論日本在澳洲的進一步投資和供應鏈安全 對澳洲的訪問將是岸田文雄自2021年10月 擔任首相以來的首次海外峰會 他也曾出席了10月在英國舉行的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會議 就岸田文雄選擇澳洲作為他首次外訪 舉行雙邊峰會的異議 一位日本政府官員向《金融時報》解釋稱 澳洲和日本一樣是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 亦與中國有貿易爭端 日本《獨賣新聞》2021年12月27日報導 日本和澳洲政府正就2022年1月 簽署互惠准入協定進行最後協商 該協定將建立日本和澳洲軍事人員互訪 開展訓練和聯合行動的法律框架 大幅簡化相關手續 兩國一旦簽署協議 澳洲將成為繼美國之後 第二個與日本替結類似協定的國家 將進一步加強這兩個同為美國盟友國家 之間的軍事合作 報導引述多名政府官員的說話稱 與以美軍長期留住日本為前提的 日美部隊地位協定不同 這是第一次以聯合訓練為前提 替結護衛准入協定 如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澳洲的訪問計劃 在明年1月可以實現 他將與澳洲總理莫里森共同簽署該協定 如果岸田訪澳的計劃因疫情而推遲 該協定將由日本駐澳大使代理簽署 日路兩國關於互惠准入協定的談判 於2014年7月開始 但出於對日本死刑制度的擔憂 澳洲一方一直對簽署協定存有保留 報導稱 兩國政府正加速談判 以共同應對中共向東海和南海擴張的威脅 協定也對在日本犯罪的澳洲軍事人員的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了安排 使到他們在執行公務時不受日本的管轄 而在非執行公務時則受到日本法律管轄 據悉 為了使到協定生效 日路需要在各自國內立法 日本政府正計劃向將於明年1月召開的國會會議提交一項法案 日本海上自衛隊2021年秋天首次對澳洲軍艦提供了武器等防護 自衛隊是按照法律規定可使用武器來保護外國艦艇和飛機 澳洲是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個被自衛隊提供武器等防護的國家 日路互惠准入協定簽署後 日美澳三國的共同訓練將更容易在日本國內展開 日本亦與英國就簽署互惠准入協定進行合談 法國亦表現出相同的意願 2021年12月29日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 日路政府正檢視修訂日路安全保障聯合宣言 現時宣言是針對朝鮮核武、導彈及反空等安保合作為中心 並未觸及中共 日路兩國政府於2007年3月簽署日路安全保障聯合宣言 澳洲也是繼日本與美國於1996年簽署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後 首個簽署的國家 由此確立了兩國外長和國防部長的二加二定期會晤 雙方軍事合作的機制化得以確立 當年 日路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已專注反恐 為維持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影響力 以強化反恐和針對朝鮮問題合作為主 報導指 時至今日 日路兩國政府是應對中共為最大課題 因此有需要修訂共同宣言 新宣言將為促進自由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提出新法合作方針 在美國 日美 澳印四邊安全對話框架下 擴大與印度合作 並強調與東盟 太平洋島國 以及歐洲各國強化關係 根據報導 在擴大安保合作領域上 新宣言將重視強化日本自衛隊與澳洲軍隊的 阻嚇力和應對能力 特別列明與美國共同進行高度作戰 提高共同應對能力 新宣言也將納入新領域的太空 互聯網情報共享和技術合作 經濟安全保障合作等 日本共同社2021年12月30日報道 日本防衛相 岸信夫10月28日 與文萊國防部第二部長哈爾比以視訊方式舉行會談 岸信夫表示 將加入以文萊為主要運用的 東盟國防部間的緊急熱線網 哈爾比表示歡迎 該熱線網的正式名稱為 東盟直接通訊基礎設施 ADI 是發生緊急事態時 各國國防部之間互相聯繫的機制 據日本防衛省透露 文萊呼籲東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參與ADI 而由澳洲加入 由於需要完善線路 日本將在2022年到以後加入 日本防衛相岸信夫 與文萊國防部第二部長哈爾比 也就海上自衛隊艦隻靠港等方式 加強兩國關係的方針達成一致 以上節目內容由作者東方浩提供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